就个配方终于被我搞出来了 上期的脆皮烧鸡还是差了点 这次我们改良了配方比例 拿出菜市场买回来的鸡 用我们调制好的腌料 给它来套不要钱的马沙鸡 哪里外外都要涂抹均匀 具体配方我放最后了 感兴趣的朋友自行取用 最后撒个葱花皮提香 腌制两小时 这个时间先来调个脆皮水 腌制好的鸡先来充个100度的热水澡 让它松松皮 再来个凉水澡醒醒神 给脆皮水换个大点的盆 方便鸡胚泡澡 给全身上皮水 上完皮水就可以挂起来 拿去风干了 风干6小时后 拿出我们关了6小时禁闭的鸡胚 放进我们预热到200度的烤笼内 210度烤个12分钟 时间移到即刻出炉 哇 简直太漂亮了 这颜色 这色泽 这脆度 太赞了 我是阿D 点个关注再走吧